从南投县建道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正师手上接过节训证书 高兴的一起合影留念 来自高雄的建道训练营即将告一段落 议员监警贤特别前来探望 感谢队员带来宝贵的意见 更希望建道这项运动 在南投可以得到更多的重视 整个团队可以进驻到南投来 让我们学习很多 也希望说借由他们金牌选手的这个集信 可以在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建道 可以这个花光花热 我们南投县可以说是在建道这方面还是很贫瘠 也希望说包括师资教练以及我们场地都要加强 我们希望说教育处所有相关单位能协助 让我们整个这个运动可以滑洋光大 练习见到除了可以强生更可以培养独立的精神 卸下装备仔细地将护具打包 纵使是年纪很小的小朋友 也是自己整理自己的行李 结束了五天的训练与交流 终于要回家大家都很高兴 学习离开家里然后独立 然后还有学习一些抗压性 虽然他们会想家 然后我们要让他转移目的来训练他独立 第二个是推广各县市的建道 而因为资源的不足 来让各县市的学校 还有机关团体来认识这个建道 来自日本的建道遇到了西洋建 这个画面非常少见 会安排两种不同的运动项目 其实别有目的 除了都是极建之外 另一个共同点 就是南投县不论是西洋建 或者是日本建道 两种比赛成绩都很好 都有得过金牌 也却都是没有受到重视 极建运动跟建道运动 是我们的强项 都是金牌 就很可惜 我们都南投县是忽略了它 南投县体育会除了希望 这两种极建的运动 可以得到重视外 更希望透过推广与教育 可以让民众多一点认识 提高建道学习的风气 让南投县持续保持优异的成绩 每年都可以得到金牌 民意新闻经文中草屯采访报道 歌努奖 Indonesia 们